就在外面的人像僵尸世界大战一样往前推散 甚至把人从悬崖上挤下去的时候 卡胖子还紧闭大门不准外面的人进来 这让爱德里安非常愤怒 两个人当着所有国家元首的面争执起来 卡胖子坚持要关门 而爱德里安发动情感攻势 说服其他人做人要讲良心 他还搬出没赶上飞机而死在海啸当中的三哥 以及杰克逊的小说 让卡胖子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 很明显最后大家都被说服了 接着大门打开了 所有人都上了船 但是这对于尤里一家和杰克逊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就在丹增带他们爬梯子的时候 要我说他们直接待在动物舱就可以了 干嘛到处乱跑 他们攀爬的管道恰好是方舟后门的传动装置所在处 闸门落下来把杰克逊 戈登和丹增砸了下去 期间丹增的腿被机器夹伤了 而戈登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被卷进去碾成了肉泥 而丹增的钻头电线被卡在了传动装置里 这使得闸门没有直接把杰克逊也压扁 门开了之后所有人都跑上了船 而尤里就没有这好运气了 他把两个胖儿子丢上去之后 自己也摔下了悬崖 让我们为这货莫爱 没时间了 海啸冲过来了 是的 这牛逼的海啸居然能够漫过喜马拉雅山脉 凭着方舟冲击过来 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难道当初选址建造基地的时候 他们就没想过要背靠喜马拉雅山的方向建造吗 这样海啸来的时候 可以用山体作为缓冲挡一波 减小冲击的力度 不管了 反正之前救了杰克逊一命的电线不知怎么的损坏了传动装置 导致方舟的后门不能完全关闭 而舰长表示如果门没关牢 方舟的引擎是无法启动的 这时冲击机场的海浪还把空军一号卷了过来 撞烂了固定美国方舟的支架 于是美国方舟成了脱缰野马 此刻他突然太平轮附体撞上了旁边的方舟 接着被海浪推着冲下瀑布 剑桥上的人们用摄像头发现了潜入方舟的杰克逊一伙人 等等为什么摄像头会放置在通风管道里 也许方舟的设计师和弗莱迪披萨店的装修队是同一伙人 而爱德里安、罗拉和方舟上的孙管 只有这哥们儿一个人来到了事故地点 因为后舱门进水 电影瞬间变成了泰坦尼克号翻摆 垂密隔舱的大门关闭 直接把尤里的女友给闷死在里面 不过这女的至少比尤里要高尚一点 至少遇险时她选择先把莉莉救出去 而爱德里安用视频聊天告诉杰克逊 她必须修好传动装置 大家才能得救 于是后面的我们就都知道了 杰克逊和老婆深情一吻和儿子诺亚告别 也许就在杰克逊浪费时间的时候 又不知死了多少人 但是那样就不够戏剧性了 而她修好方舟的方式 就是把缠在轮轴上的电线拽出来 而且不是我太挑剔 而是杰克逊根本就没做什么 因为轮轴可以说是自己重新好了的 因为在方舟随波逐流的时候撞了几下 齿轮松一下电线就出来了 是的 方舟自己撞了两下就好了 就和我爷爷的旧收音机一样 一出问题拍两下就OK了 最后方舟成功启动 远离了珠穆朗马峰 所有人都欢庆自己得救了 而我还不敢相信海水漫过喜马拉雅山 居然能够形成巨大的内湖 甚至还能让船在里面飘起来 这不科学 不过电影就快结束了 完岁 后来爱德里安和罗拉同住在一个 他之前认为能塞十个人的套房里 就在他们深情相拥的时候 接着爱德里安来到了剑桥 现在他们收到的全是好消息 海水很快退去了 其他的大陆沉下去把非洲拱起来 现在他们就在前往非洲大陆的航线上 而杰克逊一家在方舟上也在憧憬未来的生活 是的 全世界人口几乎死绝了 但只要杰克逊和他老婆破镜重圆 一切就都是好的 是啊 去他们要的戈登 虽然没有戈登 也许这些人还逃不出洛杉矶 算了 让我们沉痛缅怀无名英雄王戈登同志 然后电影结尾还给我们看了一眼2012年后的地球 话说这是第二部艾莫里奇的电影 用环球影视公司的logo做结尾了 也许他该考虑下回到环球去拍灾难片了吧 而在我看来 这部电影更像是杰克逊的一场歪歪 在这部电影里 他歪歪了自己是如何认识首席科学家和豪门权贵 怎么用老天爷的力量搞死了全世界不认可他的小说的庸众 怎么在世界末日搞死前期的情人 从而和他破镜重圆 怎么拯救人类最后的希望 以及电影中出现的一系列刻板印象 都是他想象的产物 电影最后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美满的家庭 不过谈了半天 说好的中国拯救世界呢 我没看出来电影里中国人民是怎么拯救世界的 但我知道中国票房市场肯定拯救了这部电影 这部一派胡言 思想境界照 后天差了好几个档次的荒唐故事 只要用一堆烧闲的特效和个别莫名其妙的中国元素 就会有中国人傻呵呵的替他们买单 说不定电影投拍之前 这一点早就被好莱坞算计到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一天呆滴 我和你一天呆滴 我和你一天呆滴